大家好 歡迎來到《威語看世間》之歷史真相 我們之前說過胡適對中共的深刻認識 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同樣也是早早就看透了共產主義 胡適他這樣評價自己的弟子傅斯年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記憶力最強 理解力也最強 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的功夫 他擁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的本領 他是最能夠做學問的學人 同時他又是最能夠辦事 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的領袖人物 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 往往帶有爆炸性的 同時他又是最溫柔 最富裕理性 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 而我們的孟真卻能一生間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胡適用了14個罪子來讚賞全財奇才傅斯年 可見傅斯年才華橫溢 但是傅斯年最令人欽佩的是他獨具慧言 在看穿蘇俄和中共的本質之後 毅然選擇去台灣 一生反共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民國大師傅斯年的故事 傅斯年自孟真 1896年3月26日出生在山東遼城 一個儒學世家 祖輩曾官至宰相 全清一時 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 熟讀儒學經典 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 18歲的時候 他考入北京大學的裕科 開始他的北大學生涯 接觸到新文化 新思想 1918年夏天 傅斯年和羅加倫 毛准等人組織新潮社 創辦了新潮月刊 提倡新文化 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 走在最前面 扛著大旗的就是學生領袖傅斯年 他曾推崇蘇俄 以為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的發展模式 山東省教育廳招考官費留學生的時候 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壓倒性優勢登榜 一開始 因為他是五四的積極分子 被拒絕錄取 經過多方面的呼籲 他終於拿到名額赴歐洲求學 在歐洲 通過了解資本主義制度 傅斯年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義的弊端 思想向自由主義轉變 六年以後 他學成回國 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在那裡 他目睹了中共廣州暴動的殘暴和血腥 廣州暴動中 中共事先擬有一份補殺名單 凡持有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 一些文化人甚至被當街私刑打死 或者拖到暴動總部槍決 傅斯年也在這份補殺名單上 因為有人通風報信 他得以逃到朋友家中 才躲過一劫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 令傅斯年一生都厭惡中共 1931年918事變後 日本關東軍佔領了東三省 並宣稱東三省從古至今都不是中國的領土 傅斯年就組織《史學家》編寫了《東北史綱》一書 闡述東北三省從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有理有據地反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荒謬言論 抗戰勝利後 國民政府接收了北大 講任命胡適為校長 但是當時胡適正在美國 一時之間還回不來 胡適就任命傅斯年為代理校長 傅斯年也欣然接受 傅斯年上任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漢奸文人 比如周作人 傅斯年說北大絕不用漢奸文人 哪怕教學水平再高也不用 這是民族底線問題 傅斯年愛憎分明 不計個人得失 不怕得罪人 所以人稱大炮 1938年傅斯年在重慶被選為國民參政員的時候 曾經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院長孔祥錫 兩次彈劾均無效 傅斯年經過深入的調查 終於掌握了孔祥錫 貪污的證據 再次上書蔣介石 蔣介石為了給聯金說情 讓宋美玲作陪 在家中宴請傅斯年 久過三旬 蔣介石開口問傅斯年 你信任我嗎?傅說 絕對信任委員長 蔣又問 既然你信任我 就應該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有點生氣 大聲說 委員長 我是信任的 至於說 因為信任你 也就應該信任你所用的人 打死我也不會說這樣的話 蔣介石無語 孔祥錫只好下台 宋子文也是一樣 1947年2月15日 傅斯年在報紙上發表了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 炮轟宋子文胡作非為 貪污腐敗 令國民黨上下一片震驚 在各方的聲討聲中 宋子文也不得不辭職下台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 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 避免內戰 1945年7月1日 作為無黨派人士的傅斯年也被硬拉著 和黃岩培 張伯鈞等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去了一趟延安 當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時候 傅斯年正在北大讀書 常常到圖書館看書 所以和毛澤東有過交集 這次見面 毛澤東特意和傅斯年交談 傅斯年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 並且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蘭 黃岩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 傅斯年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回來以後 幾次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說 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漁民 也就是反自由 反民主的作風 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 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 連低級趣味的小說都看得非常熟 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的心理加以利用 因此傅斯年認為 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曾經提到這樣一件事情 當傅斯年和毛澤東漫步到禮堂 看到秘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景旗的時候 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 唐災 黃災 毛自然覺察到其中的嘲諷 但並沒有回應 不過 以毛澤東的小度積長 資諸必較的性格 對傅斯年必然是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也能解釋毛為什麼會把他和胡氏 錢穆 列如三個學界戰犯之列了 延安之行 傅斯年親眼看到 原本偏安一餘的毛貢已經做大 深知其勢力越強 戰地越廣 其危害越大 預感到抗戰雖然勝利 國勢仍不樂觀 傅斯年在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曾經用心研究過中共的理論 去美國養病的時候都隨身攜帶資本論 及多本共產主義的書籍 在理論的層面 對中共的運作方式做了深入的分析 他說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挑動了很多人 潛意識裡的仇恨 報復等等陰暗的東西 為其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據 鬥爭和仇恨 必將成為這個政黨最大的特色 他指出中共利用和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第一 中國人恨西方人 第二 窮人恨富人 第三 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 第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的同事 第五 低心雇員恨高心雇員 第六 無名者恨知名者 第七 農村人恨城市人 第八 子女恨父母 而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 無止盡痊癒的託詞而已 他還寫過《我們為什麼要反共》等幾篇文章 大力宣揚反共抗俄 他曾說 蘇聯是一個 即人類文明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斯大林是一個真正即古今中外 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 而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 不可分割的 中共緊隨著蘇共之後 學斯大林那一套 搞得不是民主 而是專制 有一套不講勢力 不中人性的辦法 一旦共產黨掌權 社會秩序就將大亂 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 文化會變成荒漠 因此 為了中共和世界的文明傳統 為了保持人類的自尊 為了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 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 而中共奪取政權以後 對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 都驗證了傅斯年所說的這些 正因為他對中共的本質看得十分透徹 1949年 傅斯年在中共氣焰囂張 而國民政府命懸一線的時候 寫下了買骨於填橫之島 這樣的話 毅然領著他手下大部分的學人 還有當時的一些歷史文物 跟著國民黨撤退到了台灣 做台大的校長 傅斯年生性耿直 脾氣急躁 加上工作 勤奮認真 凡事輕力輕微 身體又弱 在台大兩年耗盡了心血 卻沒有給家人帶來一份像樣的收入 家裡常常入不敷出 傅斯年不得不靠稿費補貼家用 傅斯年作為當時台灣島上 唯一所大學的校長 兼中央研究院是與所所長 也許很多人都覺得他不應該那樣貧窮 但是他當時領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 兒子在美國讀書 他和夫人的收入 僅僅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生活結局到甚至連醫生像樣的西服都買不起 有一次傅斯年拿到一筆稿費 想託衛生署的官員劉瑞恒 從香港帶一套西服 但是把稿費和家裡的存款加起來一算 只能夠買一件上衣 傅斯年家中最多的就是書 他曾經指著壁上的書架說 這些書還有存於十餘所一房間的書 我死後留給兒子 我要請董作斌先生制一顆圖章 上課孟真遺子之書這幾個字 並長叹一聲對夫人說 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 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 而我死後 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 我對不起你們 1950年的12月20日上午 傅斯年在台灣突患腦異血病逝 十年54歲 好 今天的話題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請 attic 去這裡